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跨境电商年会 透过数位与跨境这两大主轴 汇聚了六大数位转型的应用领域 邀请超过30家的业者 提供一阵式的服务与方案给业界参考 台北新贸奖获奖企业涵盖农产车用品宠物用品等 从线下到线上从代工到品牌 展现台湾企业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创新力与竞争力 来自台湾产品在全球市场角株 台北市作为数位发展产业的重要基地 举行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即跨境电商联会 AI 人工智慧的应用 现在是非常热门的话题 大家也一定非常想要了解 相关的应用以及发展的趋势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将数位应用 以及跨境电商能活动合而为一 就是希望将相关数位转型的资源做一个整合集结一次的展示 就是希望让更多愿意了解 关系整个数位转型发展趋势以及技术应用的朋友 能够透过今天相关的活动更深入的了解 刚谈到AI人工智慧的应用 大家非常关心 所以在我们这次的活动不仅是规划 有包括跨境电商联会 有数位应用的这个博览会高峰会 当然也有安排AI实物应用的论坛 让大家可以更进一步了解 怎么样让最新技术的应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台北市政府身为全国首善之都 我们其实也非常关注整个AI的发展 我们也有相关具体的成果 第一个我们已经很清楚的战略目标 要将台北市打造成为人工智慧驱动的智慧城市 AI driven smart city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以及驱动产业的一颗引擎 那第二个我们在今年的9月 正式对外发布了台北市政府应用人工智慧作业之一 也就是AI operational guidelines 也就是相当于在国外主要城市都已经提出订定的AI policy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当我们台北市政府大力推动人工智慧的应用 结合相关市政服务室 我们需要有非常明确的规范以及作业指引 所以在我们这个AI operational guidelines里面 我们定定明确的应用原则 作业流程 减合的标准 让我们社府的同仁当他想要应用人工智慧 他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可以依序 避免住法或是违反个资 而去营造一个更愿意创新的一个环境 那第三步 在今年的10月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市政推动上就应用了AI的技术 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1999 就是台北市民遇到任何问题 想要咨询或是碰到各种状况 比如说路灯不掉巫术倒塌等等 或交通拥塞 希望能够尽快排除拨打1999 我其实有实际去我们的化物中心 去实际了解整个化物中心运作的情形 其实对于我们化物人员来讲 他们非常的辛苦 也就是当一通电话进来 他们要听 要记录 然后开始要搜寻市民要的答案 然后要市民听有个话来回复 所以要在短时间做这么多事情 其实即便是非常有经验的化物人员 有时候也会手忙脚乱 那会占用到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提出了解放 我们运用神城市AI 所以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可以很快速缩短时间精准地回答到市民 他所想要的答案 这就是运用神城市AI的一个具体实力 所以不只是缩短时间提升效率 更精准地回答市民他所想要的问题 答案同时也大幅提升台北市政府服务的品质 我想整个科技的一个发展日新的愿意 我想这个所有的不管是全民或者是企业 都必须要随着这样的一个数位浪潮 然后一直不断地前进才能够去接轨国际 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说 其实这个台北市政府今天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应用的博览会 以及我们跨境电商的年会 那其实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是在协助各行业的数位转型 其实我们在110年的时候就推动了这个台湾人市集结了相当多的厂商 应该有450位的厂商 3300多个solution 不管是产销人发财 就是说你不管是内部的管理 或者是对外的一些赚钱的这样的工具呢 提供给我们的各行各业来做一个使用 那当然这里我也非常地谢谢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呢 在这个台湾云市集上面呢 也一起共襄盛举加码补助哦 让我们的各行各业呢 都能够更心无旁贷的 愿意去尝试这些新的数位工具 让自己能够在数位上面呢 也能够踩一脚哦 那当然其实今天现场很多展示的厂商 也都是我们台湾云市集上面的厂商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 大家除了这个各行各业都能够数位转型之外呢 我们的厂商也有了很高的一些升级 让他们的这个产品跟服务呢 更能够适切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个需要 波兰会共举办13场专题讲座 聚焦在AI浪潮下数位运营与跨境电商的最新趋势 帮助与会者掌握产业动态与成功案例 那当然今天我们相关的活动论坛 我相信也会触及到很多未来如何应用人工智慧 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我们也会邀请到很多的专业人士 有实务经验的朋友来做分享 我们也很希望今天所有新冒奖的企业代表 获奖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市政府合作 未来对市政推动上面有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 能够应用各位新的技术来提供市民更好的服务 除了讲座 博览会也汇聚超过30家资幅业者 涵盖数据决策 网路商务 行销推广 数位客服 内部管理等领域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数位应用 掌握数位转型机会 实现智慧运用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合作 辅导文山区的餐饮业者 成为公餐营养业务善店家 制作让长辈们要得动 吃得下的营养餐食 根据111年 台北市长者功能评估分析显示 文山区长者营养异常占比为17.68% 在12个行政区中排名第一 为了提升文山区长者营养健康 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合作 辅导文山区餐饮业者成为公餐营养友善店家 制作符合长者营养均衡 质地柔软菜色多样的健康合餐 营养均衡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 是健康老化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针对长者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需求 我们来招募我们的餐饮业者 然后来成为我们的公餐营养店家 来制作符合长者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 质地柔软菜色多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餐盒 那这个餐盒最特别的地方 它是足够提供 足够豆、鱼、蛋、奶、肉类还有蔬菜类 那这样子就会让长者的一个蛋白质 还有膳食纤维的一个社区 就符合我们国民健康署我的餐盘 这样子的饮食社区的一个原则 另外我们也再结合阳明交通大学 在社区里面共餐据点来寻导我们的口腔 口腔的一个健口操 来促进我们的一个长者的一个口腔机能 来让我们的长者可以更健康 相较于为参加社区公餐的长者 午餐大多自行烹煮面类或以简便菜肴为主 参加社区公餐的长者 一日食物种类可多达20种 长者对于公餐服务的幸福感比例 更是高达98% 那长者的便当其实需要符合我的餐盘 还有高龄饮食的质地 所以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就特别把这一些元素 跟标准做法带入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那制作出来的便当就如同我们的图片上 等一下可以提供大家来拍照 那就是我们制作好这样的便当之后 我们送到了我们的社区去点让长者来使用 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营养的效益评估的时候发现 我们没有吃公餐的这个长者他一整天的中午的食材 其实非常简单 大概就是简单煮个汤面或把白饭配一些简便的菜肴为主 但是有吃我们的这个公餐的长者 他们一餐的就是食材种类可以到达这么多种 大概10到15种 甚至一整天加起来可以达到20种的食材 那食物的多样性其实对长者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长者在吃这样的便当之后 他们其实对于餐食的幸福感达到98% 接近满分 那对我们便当满意度也达到85% 我们要让文山区的长者能够吃得好 吃得方便 他不会因为说要走很多路 然后就不会过来吃 所以我就在我们健康中心那个主任的这个提示之下 那也是我多年希望所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让张哲吃得方便吃得好 所以我们就是去访查了我们那个周遭 有没有一些可以合作的店家 那后来很容易找到附加高中的我们那个詹主厨 他用来帮忙做这件事情 那做这件事的好处就是 让我们的共餐跟送餐可以遍地开花 我一个礼或者是我一个发展协会 以前一个礼一个发展协会它只会有一个共餐点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共餐点扩散到每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文会 尤其是都会区的公寓大厦管理文会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这些文会里面就会有一些空间 那只要这个文会他愿意他就可以来跟我们申请 要吃这个周遭爽的这些共餐的食物 啪啪啪 咖咖咖 它它它拉拉拉 这样子 我每天这样做 真的很有效 这个空意会出来 以前吃个东西的话会跌倒 现在做这个不会跌倒 嘴巴里面也不会说干干的 这样子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未来将规划更多元的互动课程 强化长者营养职能 辅导共餐据点 并号召更多餐饮业者加入 共餐营养友善店家行列 建构营养及健康饮食支持环境 促进长者的身体健康 记者李喜慧台北报导 拥有超多知名景点的台北市 是国内外游客必访的城市之一 其中台北市地标101大楼附近 有一条无名巷弄 成为许多外国游客拍照打卡的热点 一起来看看这小巷子的迷人魅力 在平常也不过了一条巷弄 却吸引了许多游客拍照 这条位于台北市信仪区松仁路的巷子 近几年成为国外游客必访的打卡热点 除了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外 充满强烈对比 新旧交融的迷人场景也获得游客喜爱 因为感觉景色的反差比较大 首先这101大厦肯定是比较近代的 而且比较modern的一个建筑 然后下面这个街区呈现的对比和反差感 对就比较大 怎么会知道有这一条巷子 地图上有标 Google地图上面有标 说101观光点拍照点 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女生拍照呀 对啊就是你的旅游你肯定想拍美美的照片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出篇 我是看那个小红书推荐的 然后我就来这边看一下 实际看的感觉 拍照蛮好取景的 然后很好看 很好看 对 真的很好拍 对 你呢 你觉得 我是跟他吧 他陪我来的 你自己看了以后你觉得这个景色 不错 不错 对 感觉蛮不错的 这个场景 好 看来有风味 来台湾必来 一定要来 我觉得有时候你来这边 看一下小巷的环境 比你去101楼下 还好 当地山里里里长翁信利说 松人路253巷一楼 因为就在101大楼附近 平日就常有游客在这里拍照 尤其每年跨年101大楼释放烟火 这里更成为拍照热点 自己都曾经成为照片主角 当初也是 就是可能是放烟火 放烟火有些人来这边拍照 取景 那我把这个照片一放上去 感觉不一样 很漂亮 很透湿 对 所以就一直传开来 大家都把这个 当这是一个打卡的景点 OK 那以前可能比较国内 就是说我们国人比较多 现在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 现在就是很多外国人也知道这个景点 父亲店家也透露 这条巷弄这么红的原因 可能与2011年一出神剧 我可能不会爱理有关 因为当年剧主 曾到巷口这家造型火剧特色的 居酒屋取景 因此连国内游客也常来造访 因为我们来这边大概是五年的时间 然后这五年就是发现 尤其是疫情之后 这边的那个观光客就变了很多 然后每个人就是都来拍101 然后据我所知的话是 他们之前就是有 竹春之前有借那个偶像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拍摄 然后可能就会被发现说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新旧的冲突 就是他们是一个就是 居酒屋就是比较旧的 一个比较复古的状况 然后跟后面101就是 新大楼的一个冲突的视觉 虽然临近的巷弄不时会聚集拍照人潮 好在游客都很自治 并没有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 里长也表示不会大力宣传 希望顺其自然 因为在台北市每个角落 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魅力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湾第一例 就是台美联手破获制式枪支的走私来谈案 捡警人员还赴美国将扣押的枪械带回国 进行杀伤令的鉴定 象征台美司法互动关系更为紧密 专案小组人员在机场停机坪监控 从美国寄来台湾的包裹 等待嫌犯前来取货 原来美国海关5月份发现 这些要寄往台湾的国际包裹 里面的五金工具箱 竟藏有大批制式枪支 新制局接获情报后 与金融市与新北市警方合组专案小组 在机用地检署指挥侦办下 西条美方让包裹寄出 再透过日业监控包裹流向 巡线破解走私集团设下的层层断点 逮捕到各层收获人 及卸性主席人等无人盗案 比如说螺丝起子 还有一些铁锤 这些放在五星的盒子里面 把一个枪械化整为零 一共有16支枪械 这个情报就传递到我们国内来 那我们马上就来 请这个相关刚提的这个两个单位 还有我们的美西联络组 杨联络官 那来一起跟美国的这个 驻台湾的这些 执法单位一起来侦办这个案件 那这案件呢 历经了这个几个礼拜的侦查之后呢 我们在中和还有这个基隆等地 查获了五个嫌犯 包括这组嫌在内 刑事局进一步说明 整个枪械走势案的犯案过程 谢敬祖贤他人在台湾 那他在台湾 透过加密的通讯软体 向美国这边的共犯 下定相关的枪支型号 那美国这边的共犯 收到谢神的指示之后 在网站上面購买了 16支的制式枪支 那再把这些制式枪支 混杂在大量的五金工具 以及工具箱里面 那透过航空邮包的方式 那夹场在包裹里面 并且寄出寄到台湾 金融地检署主任贾官 陈兆氏还与专案小组人员 一起到美国将涉案枪械 带回国进行杀伤力鉴定 这也创下全国首例 展现台美司法互助关系更加紧密 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我们检警 赴国外去取回枪支的首例 那在这中间的过程中 确实遭遇了不少的障碍 那我们也都一一克服 那我想这个是在过去台美双方 长久的司法互助 非常良性的进展的情况下 才有办法达成 这次的成功破案是因为 因为美国和台湾司法机关 之间的长期合作 我们期待加强并 跨展与台湾司法机关的合作 让我们的社会加强在安全 幸好台美合作及时拦阻 才没有让这一批火力强大的枪械 流入市面危害治安 警方已经将全案 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移送地检署偵办 并由地检署申请积押获准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现在人抱持养小孩 不如养毛孩的心态是越来越普及了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超过9成的上班族 平均一天 约花2.5个小时跟宠物玩耍 将松鼠像小婴儿般用毛巾包裹 接着小心地用剪刀 帮松鼠剪指甲 或是让松鼠在身上跑跳 31岁的谢小姐因为是独生女 没有兄弟姐妹陪伴 从小就热爱饲养各种宠物 目前家中除了这只松鼠 还养了4只猫 下班后有宠物陪玩 家里很热闹 但开销也不少 就是她那时候就是有一天发现她嘴巴 就是好像合不太起来 然后就是也没办法进食 所以就带她去看医生 然后那时候医生是说 建议就是牙齿都要把垫 而且就是全口 然后就是大概要花三四万这样 然后我想说 就觉得有点太夸张 就是再找另外一间看 然后她就说其实只要把 因为猫它就是两个虎牙 然后她就是把它拒 就是把它拒一半就好 然后后来就只花了几千块而已 所以就是其实要多去比较医院这样子 熟练的庸叔子帮爱犬疏毛 23岁的龚小姐 家中除了这只13岁的贵宾狗黑笔 还养了一只6岁的米克思猫 大学就读宠物美容相关科系 在宠物旅馆工作三年 作为专业寺主宠爱无极限 每个月花在毛孩身上 就要将近一万五千元 占了月收入的一半 我们家有一只狗一只猫 然后这只比较花钱 猫咪是还好 她的话因为从小皮肤比较不好 所以现在其实大概两个礼拜的药 就要将近两千多块三千多块 所以她一个月的药 就将近一万多块钱 然后再加上她吃饭非常跳实 所以我们都要煮仙食 像什么煎牛排炸鸡 她都是不吃的 所以平常都是要追着她 所以比较麻烦 但养了就是喜欢她们 所以才养 所以觉得钱也不是问题 就健健康康的就好了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62.5% 受访者家中有饲养宠物 其中养狗比例最高 佔了四成三 而平均每个月 愿意在饲养宠物上 花费1850元 目前台湾的上班族里面 养宠物的比例算是蛮高的 有62.5% 那当中养狗的人超过了40% 就是超过四成以上 那养猫的人也超过了三成 另外有16.5%的人 是选择养比较静态的鱼类 那根据我们调查 其实有九成的上班族 她们是愿意陪伴她们的宠物的 而且每天愿意 大概花2.5小时的时间 那其实养宠物的目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 希望可以有陪伴的感觉 或者是可以增加 生活当中的乐趣 那当然有部分的人 本来就非常的喜欢宠物 同时也觉得养宠物 可以带给她 非常疏压疗愈的感觉 而且可以增加 跟宠物之间的互动性 那其实平均每个月 主人或是四主 她们愿意花在宠物身上 大概是1850元 那她们认为 花费 最愿意花费的地方 当然除了可能饲料 还有营养品 还有看医生的费用 以及清洁用品 或者是宠物零食 还有宠物美容等等 那除了 当然是希望可以保留 跟宠物之间的回忆之外 另一方面 她们也希望可以结交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 或者是有其他 也有洋宠物的人 可以一起互动 那某一部分呢 也是希望可以 因此增加 跟粉丝之间的互动性 人力银行发言人 曾仲威表示 根据财政部估算 宠物相关市场规模 近400亿元 而农业部更乐观预估 未来上看600亿规模 宠物产业后市 正持续蓬勃发展中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 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2025台北最害新年城跨年演唱卡四公布 搭配多元主题周 结合好吃好玩 合家欢乐的市集活动 要让民众感受到热闹的节日盛宴 世界变得不同了 我的朋友是否坚持下 我爱的人还在找对的人 宇宙人一首《那你》精湛演出 为台北最high新年城跨年晚会预热 记者会也公布当天演出卡四阵容 包括时下热门的Energy男团 韩国女团以及人气乐团 为跨年带来精彩表演 由其一开始看到 第一个卡四就是宇宙人 大家知道去年 得了我们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掌声一下 然后我要说一下 虽然我们年龄有点差距 但是因为我以前当教育长 他们呢很优秀 从年轻学生时来就很优秀 我还特别记得以前 有了那个退舞 那个军歌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那个 非常 那时候就看到 就注意到你们 非常的有创意 然后 一路看到 有很多的创作 到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成为我们今天 要来揭晓的 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卡丝 再来呢 我想等一下 会帮我们介绍 因为会有这次有韩国的女团 还会有非常强的男团 还会有一些组合的一些做 一些合作的创新的做法 等一下呢 一一的再跟大家来揭晓 再来呢 今年我们的主持呢 还需要是由非常活力十足的Lulu 配上我们的威拉 威蜂拉 威蜂拉 威廉 还有丰田 跟我们的朵拉 就是由Lulu 跟我们这三个威蜂拉一起 所以等一下呢 会主持人会做更多的介绍 我们这次的跨年卡丝类 除了我们身边的宇宙人之外呢 还有就是 也是火红的一个Energy 然后还有Trash加胖胖团 以及我们的韩国女天团A Pink 都会到我们跨年的现场一起共同的表演 为大家欢庆迎接跨年晚会 这个部分 因为阿妹德雷是在大巨蛋的室内场地 那我们跨年其实是室外 那都欢迎各个媒体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亲那个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做跨局处的一个协调 跟主办单位就交通 还有相关的安全 去做紧密的合作跟协调 务必请大家呢 能够快快的来参加我们的跨年活动 然后平平安的回家 所以我觉得同时 今年真的对我们 蛮有意义的 很期待的表演 剧透就是 蛮难浓缩的 因为我演唱会大概 就两个快三小时 然后浓缩成一段表演的话 这我们回去还要再研究一下 我们应该会准备 我们招牌快歌的一个主曲 对 然后到时候就表现给大家 观众局也精心规划系列活动 在12月的四个周末 举办多元主题周 包括怀旧复古 西洋经典 动漫应援 休闲元素 结合好吃好玩的市集活动 与舞台表演 最后一个今年很不一样的地方 也跟大家先 既聊天到你的行事力 除了跨年晚 除了跨年的这个 我们最high的这个活动之外 我们从12月7号开始 每一个周末 四个周末 在我们市政府的东南广场 就是呢有个台北的那个 大家很多人会这边照相 可以看到101 那个东南广场 每个周末都会有不同主题的市集 可以来听音乐 可以来看表演 还会有好的市集 所以呢欢迎大家 每个周末 再加上12月31号 跨年到明年2025的1月1号 欢迎都在我们市政府附近 你都会找到很多的 你生活中的精彩 其实跨年晚会了 我们办了二十几年 我们一直希望带给大家一个 不同的一个新的体验 那所以每年我们都会求新求变 那今年特别除了是在 我们之后也会公布的多元舞台之外 我们在跨年前夕的 做这个多元的市集 也希望就是在台北市 其实在年底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各区都非常的热闹 那在信义区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再加重 我们的一些跨年的氛围 所以我们每个周末 日雷都举办市集 那也希望市民朋友 除了就在新北雷 有耶旦城之外 我们台北也有一个跨年的 那个新年城的活动 能够希望大家一起到年底的时候 都来我们大台北地区 来一起欢庆我们的一些 相关的节庆活动 今年台北最嗨新年城主持阵容 延续去年活力十足的 Lulu 黄鹿子英 搭档威廉 朵拉 丰田 将为整场跨年晚会 带来欢笑不间断 主视觉也由国际知名 华裔设计师Daniel Wong操刀 展现台北满满活力 右手出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家福基金会公布 弱势高三儿哨 生涯抉择调查 显示弱势的高三学生 有超过三成的选择 毕业后就马上去就业 因此举办了甘苦接力赛 号召大众接力为弱势孩子热血应援 决胜六秒影片记录阿胜 与哥哥阿顺的故事 两兄弟从小由阿嬷照顾 弟弟阿胜在学习上有障碍 也有偏差行为 国中加入举重校队后 阿胜行为逐渐稳定 年底更将代表台湾前进卡达比赛 哥哥阿顺也曾梦想成为运动员 却因为家境关系而错过 对弟弟的成就既羡慕又骄傲 从小都是阿嬷跟阿公在照顾 就是爸妈都没在身边照顾我跟我哥 就是从国小 国小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被排挤 然后就很不快乐的长大 到了国中一年级 教练有找我去练 然后前面又不想练 然后又开始走偏 然后最后又想说有成绩就开始练 练到国三就有成绩 就读了高中 练到满身伤 哪里受伤 膝盖腰跟手 那么痛你没有放弃了 没有 还是想要继续 对 有梦想 就是希望为自己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前途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听说你当时如果没有被抓去练局中 大概你就是八加九 他自己讲说我可能就是变成八加九 但是阿嬷把你抓得很好 你知道要怎么样走自己的路 那我看到你哥哥 第一次写信给你 你有感动 有啊 哥哥说有给你一个玩偶当作幸运符 有啊 他是给你什么祝福吗 他就说出去就好好的比赛 不要受伤就好 不要受伤就好 哥哥很会想啊 哥哥其实也本来想要朝运动方面努力 他想说你们俩说你总要有一个不要受伤啊 对 所以他就选择他不要受伤 他会不会是要陷害你让你去受伤 没有 是真的希望你可以为家里争光 翻转家庭的命运对不对 同样是隔代教养 阿璇从小由阿公阿嬷照顾 阿公刚过世不久 阿嬷常背着他哭泣 却依旧打起精神工作 只成佳绩 目前就读高三的他 在家福梅和自立青年辅导下努力衝刺 其实阿公阿嬷养我们本来就不是应该的 他们就是其实真的靠我们三个很可怜 才来照顾我 就是才把我们养那么大 是 然后其实我阿嬷也跟我讲说 就是我阿公 就是我阿公跟我阿嬷讲说 就是他 他自己的女儿都就是 都没有上大学 就是 他都 就是帮忙缴学费 缴到高层而已 所以如果真的要上大学的话 就是 就是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 可以的啦 你可以靠自己的 对 然后就是 其实阿公阿嬷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 虽然我没有爸妈那种 就是 的关来 但是 我有我阿公阿嬷很骄傲 根据家福基金会调查显示 有31.7% 弱势高三升 毕业后 预计投入职场 而选择继续升学的 弱势高三升 也有45.6% 曾想放弃升学 前五大原因中 就有三项 与家庭经济困难有关 那这些孩子 其实有超过六成左右 既他会担心的就是 升学之后 他会担心的就是 学杂费 生活费 住宿费 你可以想想 你到外地念书的时候 你所需要负担的一些费用 你就可以想像到 好 下一张 那这些孩子 其实 有一个很特别的选项 你会发现 比如说 他们除了担心自己的 学杂费跟生活费之外 他也会考虑到他的家人 比如说 有两成多一点的孩子 是会考虑到说 无法照顾生病的家人 还有照顾自己的手足 这某个程度 也是彰显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 他要承担的就是 家庭照顾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那因为家庭照顾 让他有多一点的牵绊 好 下一张 那孩子 即便他是选择 想要继续升学 但是在他的 选择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也会有萌生 就是打退堂股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有45.6%的孩子 其实曾经想过说 那我干脆不要升学 好了 我就去工作好了 所以 对我们的孩子来讲 这个挑战真的是 还蛮大的 下一张 那 这些 想要升学 但是曾经想过 打退堂股的孩子 其实他想的 还是跟经济议题有关的 就是这几个 我们框起来这几个 想要赶快赚钱 有收入 想要减轻家庭的负担 那想要改变就是家庭的经济环境 干股生活协市家庭基金会 从2014年开始推动 在每年10月份的时候 刚好因为这是国际的消除贫穷日 我们透过各种活动 或者是办理的内容 能够来呈现一些比较弱势家庭的孩子 他们的真实的样貌 让社会大众能够更重视野 让很多企业一起来 参与我们的活动 能够帮助这些家庭的孩子 有机会透过各种的 活动的一些模式 能够转骨为干 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目的 当然我们今年的主题 是在看不见的一个贫穷 他有很多很多需要 我们关注的一些孩子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特别关注的 就是在高三学生 他们在面临一个生涯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在升学跟就业之间做选择 事实上我们看到教育部他有统计过 目前的高三学生大概只有一成 一成的学生他会以就业为优先 调查我们自己所帮助的这些 高二高三学生当中有超过三成 他会有就业为优先 代表的是这种经济上的一个困难 跟资源的一个需求上 跟一般整体性的一个高三 高二高三生是有很大不同 也就是弱势家庭的孩子 今天有两位的代表 还有我们家长 他们所面临到的议题 一定跟一般的家庭有很大很大不同 这也是我们希望呼吁社会大众 能够共同来重视这样一个 需要被关注的课题 开始 为重目弱势而少学习补助 与自立辅导服务经费 家福基金会干苦生活节 推出干苦接力赛游戏APP 邀请民众挑战日行万步 将每天步行或跑步记录上传 在11月16号前一起累计 达到登上月球的4.8亿步 爱心企业将携手捐款80万元 另外也号召民众捐款 一起为弱势孩子的梦想应援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今年的公费流感及新冠JN1疫苗 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放接种 台北市长蒋文安呼吁 符合接种资格的民众 要尽速来完成哦 台北市卫生局长 医师人员、长辈、妇女及孩童 都玩起袖子接种疫苗 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JN1疫苗 从10月1号起开打 现场人员率先响应政策接种 即便有小孩害怕 最后也是勇敢打完疫苗 今天是我们正式能够宣布 开始接种新冠及流感疫苗的日子 那这一次我们在两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开放有11类施打对象 那特别今年我们也让 满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 来施打疫苗 所以照顾原住民朋友健康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阶段 开放55到64岁的民众 以及满6个月以上的孩子 来接种疫苗 那根据统计 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 其实因为新冠 而死亡的个案210例 那因为流感而并发重症 只有160例 而流感 因流感死亡有超过8成 是因为之前没有施打人的疫苗 而且以各数最小长者居多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再次的提醒所有市民朋友 绝对不要轻忽 新冠及流感 有带领的伤害 特别家中有高风险的长辈 或者是小朋友 我想这些都要特别的留意 那今年我们特别不只卫生局 也结合包括社会局 民政局 教育局 也就是我们除了 台北市政我们合约的医疗院所 让市民朋友前来施打以外 我们也结合其他局处 走进校园 邻里社区 各社福机构 来让市民朋友方便 就进来施打力 所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施打率 来提升本身的保护力 保护育力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再次的为民众 左流右心 全民安心 左流右心 来接种新冠及流感疫苗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卫生局联衣团队 大家辛苦的付出 那接下来 我们大家一起呼吁 新闻好友 以及加州远胖风险的孩子 一起都来施打疫苗 跟他的报告 实际上是指导 然后代理 这个是我们团队 那这也是在跨局处的一个部分 那这次呢 我们在 有些这个教育局 我们在 交近三百个学校 同时来 进行这个开导 那在很多的社福机构 还有托育机构 这边感谢社会局 起来之前 来做这个部分 那在我们医疗机构 也有超过三百五十个医疗机构 来 作为这个施打的部分 那这边呢 也感谢您 正在5月6早上 开放这个门诊 来作为这个 一般消费民众 可以来施打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想 那我想 疫苗的重要性刚才 市长已经都能指示过 那根据区理的这个资料 的确 最重要的证明 就是说 发生重症死亡 其实有八起地上的 新疗难力 所以呢 在今的整体算起来 其实 从全上来讲 我们医疗 可以都可以 提醒到八十二百分之 所以呢 在这边 这次呢 估计 加倍安心 其实保护的 也就是你自己 保护的最多 是你消化的家人 更重要的朋友 那以上呢 在这边 再次来 感谢大家的参与 特别是超过 350家 合约医疗院所 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为了扩大服务 市民朋友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12区院外门诊部 10到11月 周六上午 加开疫苗专诊 提供流感 新冠及肺炎 链球菌疫苗接种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左流右心 加倍安心 记者问君 台北不倒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 服刑 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 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中华邮政把七堵邮局站 改成行动邮局 还没有启用 就已经成为打卡景点 来到七堵邮局前 出现一座绿色箱行车 民众还以为是行动邮局 但其实是还没有晚工启用的公车后车亭 相当吸睛 像一个邮局的车子 对 还有方向旁 还有轿轿 这样很好 遮雨什么的都很好 很漂亮 原本老旧的后车亭 变身成为箱行车 不但有车头 车身 轮胎设计 内部的设计也不马虎 原来这次基隆市政府 洽商企业任养后车亭 还成了打卡景点 T2邮局这个 他当初原本的后车亭 是一个破破旧旧的 中华邮政他本着企业责任的 一个回馈的心态 或精神 跟我们市政府来合作 他来任养这个后车亭的 改建 那后续他的改建的费用 还有后续的维护都会由 中华邮政来支持 那当初设计的这个理念 是以旧的油路车为主体 做一个花响 然后搭配 后续会搭配一个灯光 然后让整个的后车亭 呈现一个温暖 而且温馨的一个感觉 基隆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五座的 特色的后车亭 目前正在建设还有两座 七堵邮局前的后车亭 改造成为邮政车造型 搭配七堵邮局建物 不只展现了整体特色 也像是街头装置艺术 记者 黄少铭记忆报道 在电影来看 东信国小的桌球教室 完全全面翻新 在市议员何淑萍的 150万元经费支持下 彻底改善了原有的臂癌 漏水等问题 并添购了全新的设备 与家长会长一起为学童 打造专业级的运动环境 在全新的桌球教室 开打桌球 孩子们很开心 我好开心 有好多新的器材 还有球 还有冷气可以出来 吹冷气打球真的很舒适 校方相当感谢市议员何淑萍 挹注150万元 解决原本的臂癌 及漏水等问题 曾校长来到我们东信国小 他之前就跟我提到说 桌球室这边很潮湿 而且有臂癌 然后还有地板也是 的那个标准都没有合格 所以说淑萍在这边呢 就是挹注了150万 改善了墙壁以及地板 以及我们的桌球桌 全部给他更新 还有冷气 让小朋友 有一个非常舒适的 一个练球空间 也可以让我们小朋友 可以三级的连接 从我们的小时候开始打桌球 国中 然后甚至是高中 希望能够让培养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成为我们基隆市 非常棒的一个选手 校方积极推动多元体育发展 生活是一元何淑萍的肯定 过去东西国小的桌球教室 是十分的破旧 以及避癌漏水的状况 现在看到整个已经铺上了全新的桌球地点 以及所有全新的桌球桌以及球拍 那我们会长也赠送我们学校桌球队 一千颗的星球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那未来在我们艺座以及会长的支持下 我们学校会再进行更多元的体育场馆的规划 希望给我们东西的小朋友更多丰富的成长环境 随着训练环境的改善 家长会长也加满鼓励孩子 特别感谢何淑萍会异作的帮忙 然后让我们桌球室的环境越来越好 然后相信东西国小的小朋友 在未来的桌球的运动这个项目 会越来越好与创佳击 提升了硬体设施 更为学校体育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期待未来继续创造佳击 东西国小 来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山陀河台风带来的豪大雨造成七堵区自强路一带一度积淹水 影响住家及交通安全 事员曾一方邀请相关单位会刊解决问题 山陀河台风带来豪大雨也造成七堵区自强路一带一度积淹水 影响住家及交通安全 当地居民都希望可以解决改善 长年来困扰大家的这个问题 接获陈勤的市议员曾一方特地邀集当地自强里长张仁化 七堵区长冯吉安以及市政府产发处和公务处河川水利科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会开始也发现其实大雨停歇时道路旁边石措坑溪的吸水量变少 溪流高度早已经降低 但是道路上同样积淹水不退 原因就出在自强路这里采取河道分离 也就是道路和溪流间的堤防护栏是没有排水孔的 这次山陀河台风我们发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边的溪流的水水位已经下降了 但是我们路面上的水却卸不掉 那这路面上的水的水面已经跟这个护栏已经是一样高的 所以这里的民众他们其实长期饱作这样的淹水之苦 所以这一次的会刊也是希望公务处这边 未来也是能够来协助来看我们这边的路面的泄水是如何要整治 因此会看后曾一方和里长张人化建议市政府 应该在现有道路和溪流间的堤防分道护栏上 打孔设置人力防水闸门或是重力闸门 让道路在好大雨积淹水过多时 可以透过人力操作或是自行排路溪流里面 我想自强路五十几号到一百二十几号这一段 地方居民长期饱受淹水之苦 只要每到一下大雨的时候 这自强路上就会淹水排水卸不掉 那前几年有做一些河川的整治 但是其实还不够卸水雨下的速度 那所以这一次今天宜方特别找到金融市政府公务处跟产发处 一起来到现场来看未来这边的河川如何来做整治 那由上游的部分就开始来来处理 公务处河川水利科长廖盛永表示 设置防水闸门必须要有人员操作 或是借由溪流流量相当大时才能自行打开闸门发挥作用 而且当初堤防护栏就是要预防石措坑溪暴涨时 淹上道路才加高 既然是堤防就不会有排水孔 不过在会刊后将规划在易积淹水的自强路提防护栏上 打孔2到3个排水孔 来观察后续下大雨时积淹水的改善情况 预定近期内就可以进行施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协助警察局第三分局宣导反毒反诈骗 副议长杨秀玉特地媒合安乐区紫云公 请专专业的壁画师在第三分局建物侧边和大门口旁边墙壁 画出动漫式的彩绘 希望更加吸引民众的目光 让警方反毒打炸的治安目标 更加深入人心减少犯罪发生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们七度的三分局变漂亮了 那这个三分局可以说是号称 现在我们台湾最漂亮的警政单位 那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发想说 怎么样让我们城市变漂亮 怎么样注入一些新的元素提醒乡亲 那所以我跟这个三分局的分局长 还有警察局局长沟通 就是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有画这个漫画风就是反毒打炸的一些漫画 提醒乡亲能够就是在这方面多注意 那我们这个政令宣导的话 就是希望说藉由民众常常来打卡 那希望说藉由民众一起来宣导 我相信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效益 会一定会事半功倍 那这个敬佩的来源就是我当年 我当时是跟那个我们的子云公 这个公主 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就是相关的委员 跟他们讨论 他们愿意来任养这个画作 那也一起来回归我们的地方 杨秀玉欢迎民众经过第三分局时 来跟帅气的男警和美丽的女警合照 一起为治安努力 让警三分局的反毒打炸宣导更有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爱乐合唱团 将在10月26号 举办日照中心拥抱爱的公益音乐会 除了照顾关注长者之外 也聚焦照顾者的议题 让音乐成为一股温暖的社会力量 让音乐成为一股温暖的社会力量 基隆爱乐合唱团 将于本周六10月26日 举办一场公益音乐会 许多怀旧老哥以浑身合唱的方式 重新编曲演绎 并多元呈现 部分曲目结合戏曲表演 钢琴 国乐 更特别的是以网路广播 Podcast的形式进行串场主持 很开心我们已经连续第19年 获选杰出演绎团队 明年我们合唱团要满50岁了 我们就从青年团唱到现在 已经是乐龄团了 也因为是乐龄团 我们预早为自己做了准备 今年的日照心中拥抱爱 就是希望为我们的老后做一点准备 在善终之前 可不可以先善生好好的快乐活着 所以这次的演出 我们在节目当中 第一次把广播的网路Podcast 搬到萤幕上来串场 然后这个串场里头 介绍了很多关于长照的议题 还有怎么样支持照顾者 让他们在照顾路途上 不要太悲伤 太难受 太煎熬 可以找到一个 日光大道 让自己有一个明亮的未来 那这次我们还和这个 基隆市社会处做了合作 所以杨玉兴处长也很希望 可以让在机构照顾的 这些著名朋友们 他们能够有一些欣赏音乐的机会 然后也可以听到一些好的表演 所以呢我们也到 人爱之家去做了演出 那今天这场演出 10月26号 就在表裕中心的演艺厅 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朋友 其中非常重要就是 许许多多都是照顾者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场演出当中 带着大家走进时光隧道 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唱过的一些卡通歌曲 透过我们的指挥老师 卢志青老师的诠释 还有我们的伴奏 王宏林老师的编曲 相信会给大家一个 丰盛的音乐饗宴 公益音乐会演唱充满 同趣的卡通歌曲 及快智人口的经典名曲 欢迎大家周末 11月26日 一同来参加这场 富有意义的音乐盛会 记者张志佳 徐玉 基隆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幽儿畅 又人上档了 有钱要进来了 بد较 你抓到了 你不会那么严重 打诈新司法上路 严惩诈欺犯 骗越多关越久 最多关12名 最重罚3亿元 提高假释门槛犯 三次不得假释 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 已经骗的会被抓 骗到的没得花 守护诈骗被害人 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 有一律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诈新司法 加重刑罚 共同打诈 很棒 单框水手关灯还不够 换装LED灯泡 可以再省60%照明用点 清洁滤网 可以再省10%冷气用点 等下更多点 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 不 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 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